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带不带 现在走哪儿都挺安全的 好可爱啊 什么叫可爱 叫87 对 真的特别帅 真的是职业 我们这个车农胎是22个农胎 那你是要A照 对 A2 你考过了呀 对啊 考过了呀 可以呀 还行吧 你那一次考试有多少个人 我之前是 我给你讲 有男的不 必须有啊 就没有女的 男的考过了没有啊 没有啊 你考过了 真就我一个考过了 跟我一块七个男的 就我一个考过了 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开卡车的女司机 我没见过 我看过女的开公交车 对 我没看过开卡车的 对 我一个人最长的一次从上海开到了西安 1400公里 你说一下你经常从哪几条线 所以 我经常是走西安到杭州 江州户地区吧 都走 然后广州 成都 这些地方就比较常走的 他说天气好一点 新疆西藏也走 我发现他是开卡车里面能说的 我之前是 学了法律 法律 对 汽车 这有啥关系 其实这个法律对我跑车途中 我感觉帮助挺大的 对有什么帮助 因为在我们跑车途中会遇到很多的纠纷 就像说什么 拖欠用费 然后就是苛扣用费 碰瓷 很多这种纠纷的事 很多卡友 像我们这种跑车 他们叫卡友 对 我们是卡车圈就叫卡友 像我们这种跑车的话 他就经常就没有那种意识 其实很多时候是自己站着理的 但是跟人家去讲这个理的时候 你不会讲 讲着讲着自己就造了 造了之后你就变成没理了 你刚才说开卡车的没太漂亮 漂亮的不会开卡车 那你还得加一个 那个漂亮的会开卡车 不一定会法律的 对吧 但是很累 天天勾在那个小驾驶舱里面 煮一锅电饭锅煮个饭 吃点那个什么 那个老干妈 这很苦 因为我开这个大货车 主要还是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一个男人 跟一个男人还有关系 你到底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卡车 夫妻当 首先是喜欢卡车 然后就借着喜欢卡车就喜欢了这个男人 这男人还挺悲哀的 不是 主要是这个男人他有卡车 你开的是他的卡车 对 所以说你说这事你找人得找 对路的 你看有些男人是吧 喜欢开卡车 但是呢找不到女人陪他 女人总是认为啊 你天天在外面很危险 你不如回家吧 找他一个同样习惯开卡车 你的男人很幸福 这么漂亮的女孩能喜欢他 那他一定不不俗 一定特别帅 至少他视力好 帅吗 还小吗 有多高 一米七八 很壮吗 有一点点壮 他以前瘦 后来是被我养的 你看中他什么 看中他会开卡车 行吧 你甭猜了 看看长啥样吧 把你老公喊出来 没高分 大家好 我叫韦高芬 你是一名卡车司机 太失望了 他一点都不为萌 我理解了 他老公可真特别服管 他老公是个萌系的呀 很萌 你哪有魅力 从事叫来 凭什么让一个女人 跟你走南闯北呀 我们俩相识 也就是在卡车 有一次我们装货嘛 然后我晚上货装完出去 然后我媳妇 跟我张母娘两个在搭车 晚上没车了 她说你去哪里 我说去回家路上嘛 她说你能不能把我搭回去 我说可以啊 然后从那以后 就慢慢来认识 你怎么敢上他的车呢 虽然他帅是不帅 但你看他那双眼睛 那不是好人呢 等一下我跟我妈 我不怕 你们俩谁追的谁 我追的他 每次我出车回家 我就开着我的车去他家 有时间我岳父都不痛 不让我见他 为什么 怕我跟他去跑货车 对 他觉得危险 好 我岳父刚开始不同意 然后我三天两头往他家跑 后来 经过斯坎兰达也就同意了 现在关系挺好的 跟我岳父 每次回去都要喝两杯 你们现在结婚了几年了 结婚七年了 两个小孩 一样一女 两闺女 对 一样一女 大的七岁 小到四岁 说实话 我们原本以为 驾一个卡车司机 我们想象的生活场景 是妻子在家等待 丈夫在外面奔波 然后妻子心目当中 还有很多不舍 眷恋和一种不安全感 但很少见到夫妻一起跑车 特别少 你们是怎么决定的 一起跑车 因为我觉得 我一开始跟他跑车 我只是跟着 也没有说帮他跑 后来我跟他几趟之后 我感觉他一个人 确实太累了 尤其是像拉 我们那边的蔬菜 他都是不敢停 一停 那个蔬菜容易发热 就坏掉了 然后他就是强忍着 那种瞌睡 他就继续得往前开 然后我就想着 我是不是能帮帮他 他以前没你一样开 以前不知道 反正现在我感觉 没我不行 以前跑车跑短途 本来跑得近 后来娶到媳妇了 嫁照也来到了 可以跑长途 你这是成功地 发展了一个拍档 正儿八经 让他认可的 就第一次开的 就是因为我俩 走川藏线的一次 本来出发的时候 我是信心满满的 我们从江西 装了一车货去西藏 我们俩就想着说 我们走川藏线进去 正好可以玩一下 结果走到那个路上 越走 真的是心越来越低 跌得越来越低 那个路 因为14年那会儿 正在翻修 然后不是变道 就是旁边悬崖 要不就旁边僵 然后路特别的难走 200公里路 我们走了一天 整整一天 然后一到那个康定一过 结果他还高原反应了 高原反应之后 他就没法开了 他就跟我讲 他说要不咱们回家吧 因为我身体受不了了 咱就车扔这儿 我说那你要不 你就歇着 我来 然后他就不放心 然后我说你坐副驾就好 你就歇着就行 然后我给咱把车送到 因为你说车扔那儿 不行啊 对不对 你真的那几十万钱啊 你害怕吗 不害怕呀 他在身边你吧 对 我自己来 然后我就真的把那个车给送到了 从那一次之后 他就觉得 哎呀 我这开车确实是可以 从穿账线都可以走下来 确实可以 所以其实后来感觉 有个这样的媳妇 帮着你开 你还挺欣慰的 是 你们跑车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难忘的事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最难忘的 就是有一次他凌晨他在睡觉 我在那个重庆的绕城上面开车 因为我们拉的是快递嘛 天还有点下小雨 结果一出那个隧道口 然后我就老远的看着警车在那里闪 然后是应该是出了事故 然后我走进一看 心里面真的是凉凉的 好凉好凉的那种 因为有些事情 你看见别人发生的时候 总觉得离自己很远 对 刚亲眼看见的时候 在自己的这个行业当中 这样的一些危险的景象的时候 你总是会有一种 冷的馊的那种感觉 对 我难忘的是就是 有一次我们去送货嘛 然后去一个地方 感觉就是车没力 一直没力 然后就跑着 后来发现 农台因为一边农台有点爆 有点爆 根本就农台多不知道嘛 然后就发现 葫芦已经红了 烧红了 然后就赶快服务区买的矿泉水 然后在上面淋 然后淋一点走一点 半路上没有修车的 我们自己也没有工具修 自己也换不了胎 只能淋一点水往地方走 太热了 这次最难忘的 那次要是说吃发现一点 车肯定都着了 吃饭就天天吃那个电饭锅 老干嘛呀 对 因为外面的饭 我们吃不太喜欢 方便面 对 经常我煮的就方便面 他觉得蛮可口的 可以吃 其实我煮其他的饭 他都不爱吃 服务区里面也就那点吃的 等于你们常年吃饭 是吃不到正常饭 对 何苦来呢 但是这份是一份工作呀 我们不能说因为 不喜欢了你就不干了 没有那么任性的 长期出门在外 孩子主要靠婆婆带 所以说我也特别感激他 他们来了没有 来了 来我们掌声有请 那俩大的孩子让你操心 还是这俩小的让你操心 有时也担心 就是为了生活嘛 就是可以他们努力挣钱 你们一次跑长途 多长时间 一般两三个月 最长四五个月 那你见他们两个孩子 经常两三个月见不到的 见不到的 想不想 肯定想 其实我以前有想过 我说要不我就在家带孩子 但是我感觉 就是孩子在家 毕竟他是安全的那种 然后但是他一个人在外边 我就感觉老操心了 万一要是有什么事 对不对 哎呀 有这么一儿一女 却天天不能陪伴 这其实在自己心里 也是难以抉择 对 我相信你们每次 陪着他们玩的时候 然后又紧着要出车的时候 分别的那一刻 心里是很酸醇 其实吧 其实去年 我经历了一个事 让我就是 真的想就是回家了 因为我们一块有一个卡友 他就是两口子 出车的时候都没了 没了之后呢 我还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俩小孩 然后我还专门去看了 然后我就感觉 那俩小孩挺可怜的 你说平时跑车在外 本来就没时间陪 就夸一下没了 就没法陪了 然后那一段时间 我就确实我就想过 我说要不我回家 然后我真的怕 就是说父母无所依 孩子无所靠的那种 但是后来过了那个时间 我又觉得 他一个人在来更危险 觉得你们两个真的是情投意合 就是很幸福的一家 那但是可能你们有点小小的遗憾 就是可能陪孩子时间没有那么多 对不对 那我们随风奔跑呢 是一家做青少年体育教育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企业 那我希望能够送给两个宝宝 门人一套篮球装备 希望宝宝们能够健康成长 也希望你们有时间的时候 能够陪伴孩子多多玩耍 好不好 好 谢谢您的幸福 他好乖哦 特别可爱 他们俩在场上是最乖的 我们那个梅尔木眼科呢 旅游上帮不上你 但是呢 卡车司机必须眼神好 所以呢 我建议你们有时间 我给你免费做一次 全面的眼科的体检 好不好 好 谢谢 当很多女人在婚姻当中 都注重的是房子 车子和票子的时候 她想到的是 和爱人一起奔跑在路上 这一份对爱情的执着 其实是很值得那些女生们去学习 很多女人做不了 没有这么潇洒 很多情况下 很多人说 我也想活得洒脱一点 那为什么你不能活得洒脱一点呢 是因为你对物质的牵挂 实在是太多了 否则的话 你就可以洒脱一点 好吗 祝你们幸福 好 再见 在这个青春洋溢的快乐女孩身上 我们似乎感受不到岁月的洗礼 却能感受到她 纤细瘦弱的娇小身躯下 蕴含着的强大力量 让我们为这位美丽的女孩 点赞